狮子座 狮子座在五月份工作上可能会有剪辑的任务要处理 你会觉得有一点危机感 建议你要多一点耐心 不要因为内心觉得急躁就被影响了 你的工作态度可能会有一点强势跟主观 建议你还是要保留一下多多与你的团队沟通 对结果会比较好 如果你是从事跟大学海外出版贸易文化的这些领域 你的表现非常的好 又有非常多的机会让你选择 真的让人十分羡慕呢 你也有可能会在上面说的这些领域会有恋爱的机会 你最好还是会选择与自己的观念比较契合的对象 建议不要选择看起来比较非主流的人 因为他可能跟你的看法相差太大 往后相处也不是很轻松 所以要胜选哦 另外要多留意健康 如果你已经觉得有一个毛病 一直反复不停的发作 建议你还是就医会比较好 而且可能会有根除的机会 所以不要放弃去就医的好机遇哦 整体上来说 你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 建议你要多多的沟通 如果问题比较明显 那还是要找出根源 仔细的去处理 这样就会有好结果 而且你也会受到大家的肯定 在工作领域上 反而是向上迈出了一大步哦 好 好